国民党在苗栗县长跟花莲县议员的提名争议 引发了其他县市的党籍民态不满 全国政府议长联谊会的总会长蒋庚黄 今天在中常会上将各地联署声援的陈情书 交给了党主席朱立伦 会后两个人也短暂的闭门会谈 蒋庚黄转述朱立伦向他解释 苗栗县长的提名作业有征询过地方 不过今天来找朱主席的不只是蒋庚黄 同样有提名竞争者的澎湖县 县长赖峰伟也低调的出现在党中央 中常会上党主席朱立伦喊话 也是说给台下的新北市议长蒋庚黄廷 只见他东摸摸西摸摸 看起来有话想说 因为花莲县议长张俊没获得提名竞选连任 以及党中央突袭战交谢福宏参选苗栗县长 让议长中东紧不满扬言参选到底 身为全国政府议长联营会总会长的蒋庚黄 业率领多位县市议长到苗栗生源中东紧 中东紧 蒋庚黄将这份联署的陈情书带到党中央 蒋庚黄的常会上拿出一个纸带 要给朱立伦说这是地方的声音 不过据了解蒋庚黄并没有多说什么 朱立伦也使眼色要他私下再谈 常会后两人进到主席办公室 简短谈话但对提名争议有转环空间吗 虽然苗栗看起来分裂几率很大 不过党中央在其他地方持续沟通 你是来找主席来谈那个澎湖的民调吗 不是 澎湖县长赖峰伟低调的党中央会见朱立伦 谈了什么没多说 而国民党在桃园的地方整合似乎渐入佳境 原先市长参选人张善政和议长邱义胜 两人过去大多错开 但张善政确诊隔离结束后 七号的第一个公开行程 就是和议长邱义胜同台 让各地不满声浪逐渐消退 国民党先从桃园开始团结 记者复旦黄成波台北仓报道 谢谢大家